真是令人震惊啊 司马懿离死前说出空城记的真相 真的是司马懿比不上诸葛亮吗 俗话说的好 乱世出英雄 在咱们国家历史上啊 有几个出了名的混乱时期 其中一个就是三国时期 魏 蜀 吴 三分天下 打的那叫一个热闹啊 当时的天下 除了是君主的天下 也是谋士的天下 不论是魏国 蜀国 还是吴国 国君都得养几个谋士在身边 让他们给自己出谋划策 但是在这么多的谋士中啊 可没有几个能有诸葛亮 和司马懿那样的地位 这俩人不仅智力远超普通人 就连谋士中啊 也鲜少有能望其向背的 简直像是把自己的技能点 都点在了智力上 甚至都让后人怀疑 他们可能是穿越过去的 而且他们不仅聪明还会打仗 简直是不给其他谋士留活路了呀 就连厉害如周瑜都恨到发出 寄生于和尚亮的感慨 但要是把司马懿和诸葛亮 拉出来比一比 怕是有不少人都觉得 司马懿连诸葛亮的脚后跟都比不上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啊 这俩人的品性就不能比 诸葛亮可是在先帝词后 写出了出师表的人 守着江山和幼主 自己到死也没对皇位动什么念头 司马懿就不一样了 那可是直接动心思窃取曹家天下的人才 这从道义的层面上来讲啊 诸葛亮就领先的不是一点半点了 再来说谋士最重要的质谋方面 那诸葛亮也是使出空城记 成功的戏耍了一下司马懿 但这事戏想想啊 也挺蹊跷的 空城记真的对司马懿奏效了吗 其实空城记要是带入诸葛亮的视角去看啊 那无疑就是惊天大爽文能让人直呼过瘾 要知道这个计谋可不是骗一个两个人啊 而是直接搞定一个军队 但要是从司马懿的角度 或者是单纯从局外人的角度来看空城记 就会觉得这事挺扯的 且不说司马懿是一支军队的首领 能坐到这个位置上的人又不傻 可以用的人那么多 哪怕是他害怕城里有诸葛亮特意设下的埋伏 他也完全不用撤兵啊 他能做的事情可太多了 比如说自己看谁不顺眼 就派谁进城区探探路 是打仗就得有牺牲嘛 只要牺牲的人不是主帅 那这个仗就还有机会可以打赢了 所以不管再说直接派人过去探路 都是可行的 再者 就算司马懿选择困难症上来了 选不出炮灰的人选 他也可以守住带兔啊 派人把诚意为 保证一只蚊子也蒙想尽出 接下来呀 就静静的看诸葛亮到底能弹多长时间的琴就行了 但那么多的办法里面啊 司马懿偏偏就选了对诸葛亮来说最有利的一个 让人很难不怀疑这司马懿是不是私底下和诸葛亮做什么交易了 当然了司马懿是不可能和诸葛亮联手的 但司马懿也不是真的就这么轻易地中了诸葛亮的计 司马懿决定撤兵啊 其实也有点将计就计的意思在里面 在司马懿死之前啊 他曾经和自己的儿子说 无事为历年 人皆宜无有意志 无常怀恐惧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大概就是司马懿死之前和他儿子吐槽 说自己侍奉了曹家这么多年 但还是老有人在背后怀疑我有儿心 或者心里啊 挺不是滋味的 老是担惊受怕 为什么担惊受怕呢 那当然是因为在曹操手底下干活不容易啊 曹操有才是有才 但他实在太多疑了 在这样的大老板手底下干活啊 就是没有儿心都很容易被他猜忌 稍不注意就把你给处理掉了 这谁不害怕呀 更何况司马懿就真的对曹哉的江山没有想法吗 这话就是他敢说咱们也不敢信啊 心里本来就有鬼 其他人还老上曹操跟前说自己不好 那这心理压力能不大吗 要干好自己的活 又得注意自己别干得太好 免得被主公怀疑 就像《空城记》这一次一样 为了能麻痹曹操 司马懿也只能尽力的配合演出 省得自己功高震主 又惹曹操疑心了 不过谁又知道是不是诸葛亮 算到了这一点 方才敢冰心显招呢 所以这俩人到底是谁利用了谁还真不好说 屏幕前的你又是怎么想的呢 在评论区里说说吧 咱们下期再见